我們現在看一下剛剛那個課本上面的例子 那我們找後面的席題來做 第一個 剛剛講的可能有點混亂 第一個 我先講一下 我們把它中和解釋一下 就是它的一個概念 好 如果它都沒有很正常的情況之下 它的票據的債權就是兩百萬 它每一次收到利息就是債權去乘上 它當時候的那個票面利率 那因為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所以它沒有折議價的發生 所以第一個 如果一切都是正常的話是這樣 但是現在呢 它X6年發生了 減損了 就是說這個債權其實是有疑問的 好 所以它沒有辦法收到這麼多 所以我們要去看這個債權 它在X6年底來評估它的價值有多少 所以我就把未來從X6年以後會收到的現金 都把它什麼 就去把它折現 折現的時候 你看我告訴你 如果這時候告訴你說 這市場利率是8% 9% 請你都不要管它 因為就債權人來講 我這個發生的這個債權損失 不是我自願性的 所以我不管它的市場利率 在我發生債權損失的時候 那時候的市場有效利率是多少 我都用原始的利率 就是5% 好 那我就預計未來我會收到的現金 按照我原始的有效利率去算5%的話 值 這個時候我在評估的時候的價值有多少 那我的未來會收到現金的債權 等於是它的現值啊 就是說我會估計 未來可以收到的金額值現在多少 跟這個目前債權的帳面價值之間的差 就是我要承認的損失的部分 好 那我說你承認減損的部分呢 有兩種寫法 一種就是衝你的背底呆帳 因為應收票據就是應收款項嘛 所以我有提例的呆帳 另外一個呢 就像我們課本上寫直接寫 那個債權減損損失也可以 但是你原來用背底呆帳 當你發現你認為你的呆帳沒有發生那麼多的時候 你就是要戴背底呆帳 就差異性在這裡而已 所以你不要前面寫背底呆帳 後面寫債權 迴轉利益 那兩個都不起來了 都不起來 所以你前面怎麼寫 你後面就要跟著怎麼寫 這個是你的分錄的寫法 那我的金額承認定的方式 我差8年 差7年呢 再去重新評估 我未來這個債權會收到的金額有多少 好 但是差7年我的有發生的利息收入 我說根據差6年底我的債權的帳面金額 乘上這個債權當時候的有效利率 一開始的有效利率 去算差7年的利息收入 但是這個利息收入我直接是什麼 去調整我的應收票據 這個債權的帳面金額 也就是說 你就是需要想像嘛 我們的應收 我的公司債 我不管折家發行也好 預家發行也好 或是每一年要去貪銷 貪銷到我的 公司債的帳面價值 等於它的到期值的概念是類似的 好 是類似的 然後只是它這個例子比較麻煩一點是 差7年做了評估 差6年做了評估 差7年又發生了變動 好 以及到差8年最後這個債務到期 它的狀況是什麼 所以它有3個年度的不同 所以導致它的記錄上面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那這個例子呢 其實在我們另外一個例子 課本上面的258頁 好 258頁 我們看一下 第十三題 第十三題 再全減損 我看一下跟課本上面給的那個例子 對不起 581頁 對不起 不差 好 差太遠了 581頁 好 這是第十一章的課本席題裡面的第十三題 我們拿這個例子來解釋 從頭再說一次像課本上面那個例子 勢力十五 一樣 好 文華公司X4年初向克敏公司融通資金 開了票據一指面額500萬 好 面額是500萬 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都是10% 到期日是X8年的12月31號 每年年底複習 所以是X4、X5、X6、X7、X8、5年 那克敏公司在X6年底並未收到文華公司 所支付的利息 然後認為這個票據有減損的可能 所以在X6年底就做了減損測試 估計X6年底以及以後每年收到的利息 只有36萬 而且X8年到期的時候 這個本金500萬裡面有100萬收不回來 也就是說有400萬收得回來 好 先到這裡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X6年文華公司 對不起 克敏公司 因為是債權人 是克敏公司 他要做什麼事情 好 看一下 在X6 X6年之後他就沒有收到了 所以第一個他要先承認X6年的應收利息 好 所以我要借應收利息 帶利息收入 好 那因為一年當時候在X6年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認為有什麼狀況發生 而且X6年我說不到的時候才發現有這個問題 500萬的10% 所以我的利息收入是50萬 好 換言之在X6年底的時候 這一張票據的債權的總金額是550萬 本金50萬 然後再加上應收利息50萬 好 所以我這個時候的債權 的帳面金額 550萬 本金500萬加上50萬的利息 好 這是我的這個時候的債權 帳面金額 但是我們現在評估了 他說了 X6年我沒收到錢 那我估計X6年以後 我利息只能收到36萬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36萬 我們現在剩下幾年 就跟剛剛完全一樣啊 36萬我可以收到幾年 X6、X7、X8 那X6年當年度 我現在是在算X6年的限值嘛 所以X6年這36萬呢 我要1加 因為36萬 再X6年給就36萬 好 然後呢 我未來會收到幾年 X7年跟X8年 那X7年是1年之後 X8年是2年之後 所以是2期 利率是10% 那我未來會收到 這是我未來會收到的利息的金額 加上我未來會收到的本金 只有400萬 那2年之後的400萬 值限在多少 所以負利限值2期10% 好 去算一下 這個債權 在X6年底 我認為根據未來的現金流入的金額 去折現 去算它 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 X6年我重新評估之後 這個債權的價值有多少 好 然後我去調整它 所以我們看一下 36萬乘上 負利限值的10% 年金限值 因為算的利息 10%的兩期是1.735 537 但是要加1 差6年當年度的 所以是2.735 537 好 是 984,793 然後再加上 未來到期日400萬 我只會收回400萬 它的負利限值 10% 兩年之後 差6年去看 差8年 所以兩年之後 是0.826446 0.826446 好 所以算出來是 這個時候是 429萬 0573 好 也就是說這個債權 在X6年底 我還沒有去做減準測試之前 這時候它的帳面價值 債權的帳面價值是550 好 500萬的票據 加上X6年的當年度的利息 所以是550 但是我根據我未來可以收到的錢 去評估在X6年底值多少 可以說你以為阿翔才 我可回收金額有多少 那我的可回收金額只有這 4290573 所以我跟550萬去做比較 我承認了減損損失好了 我一定要用減損損失好了 不要用背景 因為最後會有點看看 對 怪怪的 債權減損 所以我現在做一個債權減損 我現在完全寫的跟課本一樣 好 課本的上的寫法 好 職業法 應收票去減少 減少多少 1209423 1209423 這個金額就是這個跟這個之間的差 所以我把運收票據 對不起 我要像課本一樣 我就把這個運收利息併掉了 好 運收利息 因為我跟課本寫法完全一樣好了 好 我就把運收利息 跟我的運收票去整合在一起 這運收票去這邊有50萬 所以我就把這個 剩下的這個債權就剩下70萬9千 423 那換言之呢 我就是把運收票據調整為這個兼額了 就調整為4290573 就把它調整下來 因為成分節省損失 就把它調整下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 當然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因為它只有兩期而已 還蠻簡單的 要讓這個金額到期的時候 等於多少錢 我們現在是不是差 我們現在做了晚 做到X6年底的時候是4290 4290573 所以你可以算 所以你可以算 X7年底 X8年底 根據這個資料 我到X8年底 我會收到36萬的利息 以及還到本金400萬 所以根據我這個看銷表 我到X8年底 應該是這樣子的價值 也就是說我承認的利息 這是我的賬面金額 我現在是4290573 我現在假設 我X6年底 估計出是這樣子 然後我去寫貪銷表 我繼續寫我的貪銷表 那貪銷表就是目的要到 我X8年底 那等於是這個金額 好 這是我收到的現金 這是我承認的利息 收入 那利息收入呢 因為我是借 應收票據 貸 利息收入 那我收到現金的時候 是借現金貸應收票據 我的分錄 好 所以你可以看 我收到現金 一開X 因為他現在這個例子裡面 他講 他說X6年 我會收到36萬 那我X6年 我只是認為說 我X6年 當時候不是X6年底 就是X7年初就會收到 所以他沒有折現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收到 X7年 我寫上面一點 36萬 收到利息 所以我收到利息之後 我的賬面價值 價值會從42 4290573 減掉 36萬 我就變成393 3930573 3930573 你想X7年的任何一個時間點 好 那我現在看 看 假設我們只要想成是起初好了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算 X7年的利息收入 那我的利息收入是10%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呢 390573 承認10% 所以我要承認的利息收入是393057 也承認10% 也承認10% 它的有效利率就10%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加上 所以我的這個 債權的帳面金額 從3930573 會增加會增加為4323 4323 4323 630 好 也就是說我承認了這個利息收入之後 我先講一下我的分錄是借印收票據 貸利息收入 好 那我要收到36萬的利息 好 我現在收到36萬的利息 好 收到的時候呢 我的債權就要跟著減少 好 這邊36萬 所以我收到利息的時候 收到現金的時候是借現金36萬 貸印收票據 好 減掉36萬 所以是3963630 3963630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差8年的利息 是這個乘上10% 所以是396363 好 所以看一下呢 乘上 396396 63630 乘上1.1 所以是43 差一點點啦 我這樣算出來是4359 993 差7塊錢 所以這邊 差一點點 好 尾數的差 是不是就回到 我從這個 加上這個利息 等於這個金額 然後我最後 它假設完全維持我原來的預計的話 我最後差8年 我就會收到現金436萬 我寫這個貪銷表的意思是說 假設差6年底我的評估這樣子 那一切都按照我原來的評估去進行的話 我的貪銷表就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差7年的收到利息的時候 我是借現金36萬 帶應收票去 這裡 借現金帶應收票去 就是這裡 從4290573變成3930573 好 然後呢 這是年初好了 因為它沒有折現 所以我就假設是年初 那差7年底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借應收票據 應收票據 帶利息收入 就是這個 393057 393057 好 我就把它帶 這個是不是增加了 從3930573調整為4323630 好 然後我差7年底 又收到一次了 好 所以差7年底 12月31號 我又收到這個金額 所以 我又收到這個金額 所以我又調整為這個金額 對不對 因為我只減少了嘛 帶票據 帶運收票據嘛 所以4323 630就調整為3963630 好 然後差8年的時候 我又承認了利息收入 就是借 應該是這樣喔 因為它的課目都一樣 好 所以差7年的 12月31號 我借這個利息收 帶這個利息收入 差8年的時候 然後我帶這個利息收入 所以是借運收票據396370 396370 那如果差8年底 它完全維持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差8年底我會借現金 代應收票據 代應收票據 4360 436萬 所以就把原來這個票據的436萬 全部還完了 如果差6年底我的評估 那事實上也按照這個 這個原先的差6年底的評估 是一樣的話 它會一直這樣傾聽下來 這樣看懂嗎? 這樣看懂嗎? 我現在這樣做的意思就是 我讓你去 每一年它的 那個做的這個評估 你去看 如果我的評估是這樣 它的目的就是 既然它說了差8年底 我就是只會收回400萬 加上一年的利息36萬 所以我把運收票據 這個帳面金額 要調整到差8年底 就是436萬 就是400萬的本金加36萬的利息 就是我的在運收票據的帳面金額 就是如果是如是發展的話 我的分路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偏偏又不是這樣啊 所以差6年底 我做了這樣的分路到這裡 我承認了減損 然後就把它的帳面金額 調整為這個金額了 好就是跟課本完全一樣 我只是我旁邊這樣做的目的是告訴你說 4290573 它的意思如果我的探銷表就是寫成這樣子 因為如果後未來的發展 如果差6年底估計的完全一樣的話 它整個分路是這樣寫的 但是差7年它又發生變動了 又估計重新去觀察的時候 重新去檢視的時候 它又不一樣了 他說假設差7年底收到差6年 及差7年全部的利息100萬 而且估計差8年的利息也可以全數收回 但是現金仍有80萬無法收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X7年的時候 根據我們前面已經把它調整成這樣子了 好到X7年的時候 好X7年的時候 好他有沒有寫這次年底 好看一下 他說X7年底收到 好全部的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呢 我收到的時候我是借現金 代應收利息 應收票據 好我收到的是100萬 好但是呢 我現在是要承認一年的利息 我是借應收票據 代利息收入 好我這邊的利息收入 只承認這個金額 只承認這個金額 是因為我在X7年 有先收回36萬 所以我這個利息是這個金額 乘上10%來的 這個金額 這個我承認的利息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呢 我的利息不是在X7年初就收到 而是在X7年底才收到 所以我要計算利息的本金 所以我要計算利息的本金就是這個 本金 因為從頭到尾他都沒有管我 所以我的債權還是4290573 所以我承認一年的利息的時候 我這邊就是429057 我這邊會承認393057的原因是因為他有先還了36萬 但現在沒有 他沒有先還 所以我就根據X6年底我的這個債權的帳面金額去乘上10%來承認我的利息收入 好 那我的印收票據 這個時候的帳面金額是多少 我做了這個分路之後 你可以看 我原來4290573 因為我還了100萬 又加上一年的利息 429057 所以在X7年底 X7年底 我的帳面金額 我的帳面金額 所以是4290 4290573 減掉100萬 加上 429057 所以我現在是3719630 好 好 這個時候是 我X7年承認1年的利息 我又收到100萬的現金 這個時候我的帳面金額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要重新評估 因為X7年 我又重新去評估這個債權 X8年會收到多少金額 他現在說了X8年我會收到 是 利息會全部收到 X8年我利息全數可以收到 那本金仍然有80萬收不回來 所以等於是 我可以收到的利息是50萬 X8年的利息 X8年的利息 原來就是50萬 他講全部可以收到 那我的500萬的現金 還是有80萬收不回來 所以只能收回420 80萬 420萬 好 這是X7年評估的 1年之後會收到這個錢 去算他的折現值 一年的負利現值一期10%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420 470萬 乘上10%一期的負利現值是 0.9091 所以是427 427 4272 728 看嗎 好 這個是我1年之後可以收到的錢 去算他的1年期10%的折現值 所以X7年去看470萬 X8年底的470萬 X7年的限值是多少嗎 4272728 好 那這是我的可回收金額啊 那我這個時候的賺命金額是37 付費留在這邊 3719630 3719630 所以我回轉了553098 553098 553098 我會回轉這個金額 所以我要做 借應收票據 我要把票據的金額 從原來的3719630 調整為4272728 所以是調整553098 所以是調整553098 所以我把他的帳面價值 從3719630 從3719630 調整為4272728 好 這是到X7年底 我做了這樣的調整 所以我的帳面 運售賬款的帳面價值 已經調整為4272728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了X8年底 國華公司呢 先廠還利息跟部分的現金 那實際收到的是50萬跟現金 本金 好 450萬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到了這裡 我已經回到這裡了 這時候我的帳面已經回到這裡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XX8年 我先承認 一年的利息 這個利息可以調整為什麼 調整到這裡 也就是說我做這個分路之後 我承認的利息再加上 我原來這個金額會回到 我原來認為X8年底 我可以收回來的470萬 好 所以先看一下 我承認借應收票區 好 這個帳面金額 這個今天我是調整上的帳面金額 這10%是427273 好 那我再利息收入 這邊尾數可能要去算一下 好 因為我現在是4272728 要回到470萬 所以我要承認的是427,000 欸 差1塊錢而已 4272 4272 4272 這邊 你看我的應收票據 這個時候呢 是X7年底是4272728 然後加上X8年 我承認的利息收入 就把它調整為470萬了 如果它原來按照原來的期望 就是470萬收到了 那我就是借現金在應收票據就結束了 但是呢 沒有欸 因為我收到的現金是500萬 利息50萬加上還本金450萬 所以我全部收到現金是500萬 那我的應收票據 這個時候價值就有多少 470萬啊 因為我這邊是不是已經回到 我認為X8年可以收到的金額470萬了 所以再來我就有個回轉利益 減損的回轉利益 30萬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回轉利益一定沒有超過 我前面所承認的減損 我前面承認的減損在哪裡 1209,423 我這邊回轉一個50萬 回轉了一個55萬 這邊要回轉一個30萬 所以全部才回轉 83萬多 沒有超過我前面承認的減損損值 所以就不會有問題 好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例子完全是複製 課本上面的示例 完全是一樣的 只是數字改一下而已 他完全是複製課本上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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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老師如果他這後面 其實把本金全部還完的話 他就超過錢 如果全部還完的話 就 好 現在是55萬3千 那你就承認其他收入了 就承認為其他收入了 你就不是回轉的利益了 因為你回轉之後 可以回轉的上限就是1209 所以你不能回轉的金額超過這個金額 其他的就是你的其他收入 你不能去承認以前的利息收入 因為以前的利息收入少估了 但是已經 當時我的 那時候的估計是這樣 所以我發生了變動 我就重新再算到當年度 那我就把它列為其他收入就好了 好 這樣清楚嗎 所以示例13 對不起 課本的習題13題 練習題13題 完全跟我們的示例15是一樣的 完全是一樣的 只是把數字改變一下 好 其他沒有什麼不同 那 所以我就說其實 你如果覺得這樣做會很困擾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所有的科目 你都用T字章去找 去寫就可以了 也許你可以更了解 好 用T字章 那我現在說 基本上它這樣的處理方式就是先把 因為應收利息也是什麼 好 因為這個票據而產生的 所以它跟把這個票據的帳面價值 把它直接綁在一起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 所以這張債權 這張票據的債權 假設 假設這個例子 它到X7 X6年底好了 它有500萬 然後X6年底的應收利息也沒有收到 所以50萬 所以我全部有550萬 這張票據的債權的價值是550萬 就當時候假設沒有發生任何的減損的話 它的價值就550萬 只是後來我們再去 就是那天因為我沒有收到利息以後 我去重新去評估 這個債務人到底有沒有能力收回來 有沒有辦法支付 如期清場 不能 所以我就算 未來我會收到的錢 值現在多少 跟我現在的債權的帳面價值做比較 就是這樣 都完全是這樣的概念 只是因為它一直是什麼 滾動式的 X6年中文又X7年 所以這個例子還好 就X6跟X7 如果它給你5年 那你就做得更多了 好 所以視力第13體 其題的第13體 其實跟課本上面的視力15 其實是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數字改了一下而已 好 這裡有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好 因為 它其實跟我們前面講的公私債 沒有太大的差異性 所以你從它的攤銷表 因為公私債是我產生的是利息費用 像我是債權的時候 我產生的是利息收入 是對角色兌換一下而已 它是費用 我是收入 我是付現金 它是收現金 我是收現金 它是之前的公司 它是付現金 就這樣而已 但是它的處理方式都是完全一樣 好 因為你收到利息 你收到了現金 所以你的債權就會減少 你產生的利息 對方還沒有付錢 所以我的債權會增加 就這樣一個概念而已 好 這樣清楚嗎 好 因為這邊地方 就是它計算上面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我說了 當你在做練習 或者看題目的時候 你就是 好 我現在做到X6年 好 後面的假設X7年 我就不用管了 因為那是X7年發生的事情 我只先看到X6年去做X6年的事情 所以 當你在做的時候 你在原則上是把題目整個看完 大概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你開始真正落筆的時候 落下筆的時候 你是一個年度一個年度看的 你這樣子才不會亂掉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